这个辣椒肉末豌豆杂 这个肉末性感了 你们看我的汉 汉如雨虾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喳 我发现在巴黎这边中餐馆挺多的 尤其是口味重的 辣的 然后我今天去吃这家小面呢 我看了看据说不错 还挺地道 还有红油水饺 哎呦我口水都快出来了 确实真的是太想那一口了 大家也可以猜猜看 在巴黎的重新小面 一碗能卖到多少钱 那这里有红烧牛肉片 豌豆杂酱面 价格差不多 12块8毛鸥一碗 要多少个辣椒呢 有多少辣椒 最辣的 四个辣的话就有点辣 江系人能接受得了吗 可以可以 那就都四个辣吧 一个红烧牛肉片 一个碗豆杂酱面 带汤还是不带汤呢 红烧牛肉片带汤 碗豆杂酱面不带汤 辣椒很多 吃这个面先喝汤 感觉很疯狂 先喝一口来一口汤 哇 很油香 这辣椒有点像贵州那个 瓷巴辣椒的感觉 有种苦辣味 目前感觉 还行 这个牛肉很大一块 吃一块这个牛肉 有点像牛腱子肉的部位 好吃好吃 软了入味 你们看这碗牛肉面里 这块牛肉的大小 就这个大小的牛肉 里面给它四五块 关键是还很好吃 确实很好吃 把这个辣椒拌一拌拌开 这个面条还蛮粗的 蛮有劲道的感觉 这个面条感觉不错 不错可以 这个牛肉真的很鸡 它的卤的香味特别够 卤香味加这个酱油的味道 它还有自己的辣椒 我想要不要再加一点 我觉得不够辣 我觉得这个辣度 对我一个江西小伙来说 不是很辣 我再加一点 这个 过瘾 太过瘾了 过瘾还得是中餐 再尝一下它们的水饺 红油水饺 其实也可以叫红油炒手 猪肉馅 这个味道 猪肉白菜是好吃的 这个还是不够辣 可以再辣一点 碗杂面 这个辣椒 肉末 豌豆杂 青菜 葱 得劲 把它给拌匀 这不得震惊 跟法国人一整年 这种美味 太美味了 太过瘾了 太爽 哇 好吃 这个也很好吃 它这个咸度比那个红油牛肉面更高一点 它这碗杂 调味调的不错 肉末给的也多 面条的量也大 我感觉这个真的是给震惊 老外一整年的美食 哇 好吃 非常 OMG 唯一的遗憾就是不够辣 再加点那个辣椒 江西小火 名不虚传 这个面条信不信感 裹满了辣酱和肉末 各位朋友 我们现在是在巴黎 在吃非常好吃的 重庆小米 太好吃 好爽 真爽 哇 加辣辣椒更好吃 更香啊 我虽然这样子有点狼狈吃的 这样我告诉你们 我只有吃的爽的时候 我才会狼狈 我觉得巴黎啊 不愧是美食之都 因为他们这里有很好吃的重庆小面 你们看我的汉 汉乳与虾 不辣 但是过瘾 今天这顿饭 两碗面 一份水饺 25块8欧 我感觉挺实惠的 真的 而且好吃 过瘾 爽 那么好的小伙伴们 今天这一期江西小火 在巴黎爆辣重庆小面挑战 挑战成功 大家记得点赞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